其他色彩 你自己选一个颜色 之后的话制定一下 或者你可以在这边制定一下 有没有看到 假设你喜欢的颜色 下面不是有R GB的吗 你就把这个颜色填上去 任何颜色都可以产生了 利用这样的方式你可以产生你想要 产生的颜色 OK 那可以从 油漆桶 或者色彩都可以了 点下去这边有其他色彩 其他色彩里面有制定 从这个地方 就可以看到你要的颜色 OK 那利用这样的方式产生颜色 并且判断之后的话 我们也可以知道 我们要的 这个字的颜色 那另外就是说 底色的话 这个是字的颜色 那底色的话怎么产生呢 特别注意要把这个form改成这个叫Interval Interval Interval就是底色的意思 就是油漆桶填完的颜色 所以上面是字形颜色 下面是油漆桶颜色 你可以去制定一下 那跑完之后就是会是我们要颜色 OK 所以基本上 重点就第1个 你先判断 判断什么呢 判断就是 你的 你这个 这个礼拜六或礼拜 礼拜天 然后再去给颜色 然后再去给颜色 那不过这边的话呢 会有一个 这个weekday 礼拜天 跟礼拜 礼拜 6的判断 那还有前面多一个判断 因为如果除尘格 因为我们跑范围的时候会 里面是空的 那如果空的你还要判断吗 那就不判断了 所以 特别注意如果是空字串的话 就 不给它 颜色 所以这边会多一个 那这里的话我想 细节部分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想大概开个头 那回去请各位 先试试看 试试看 OK 这里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今天的话我们主要就是 帮各位 解说那个 日期时间的函数 还有 就是从weekday 一直到 workday 然后一个综合练习 OK 那最后综合练习变成vba 不过这部分我们还没讲完 下一次的话 再把 其他的细节 再跟各位做说明 那下一个礼拜的话 除了这个部分讲完之后 那回去有时间可以先看过那个 另外一个数学函数 就下一个阶段的部分 OK那今天的话我想我们就先到 这里 我问一下 像这个Seller的聚集度好像有个点 然后像刚刚就是 也会有个点 说Seller是什么点 对对对 是说 我们 套用它里面的功能的话 我会用点做一个文件 这个点 可能会出现两种 一种是指令 指令就是方法 就是我们点一下 不是有绿色的 方法就有点像你那个上面的这个 已经可以 是 在这个中央处理 对